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的日期时间对象 Gate对象 那接下来呢往下看 来学习一下我们JS中的正责对象 那现在呢这个正责不止我们JS有 如果说学过PhP的同学呢 也会接触过我们的正责 那正责表达式呢 也是很强大的一个 ZipChar处理工具 所以说想把正责表达式学好呢 这个也是 内容也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儿呢 我们JS中的正责表达式 如果有之前的基础 再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那如果说想深入学习我们的正责 可以到我们的Math学院 我们的PhP部分 找到我们的正责表达式这样一章 来进行一个学习 在JS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讲哪些内容 首先我们JS中的正责表达式 我们通过的是 R1G EXP对象来实现的 在这一块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那正责表达式呢 也是一个描述 字符模式的一个对象 可以处理更复杂的一个字符创 那JS中呢 通过它来表示 那正责表达式呢 用于我们对字符创模式 匹配或者说检索 或者说替换 都可以来实现 那想通过 想得到我们的正责对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可以动态地来创建 我们的正责表达式 可以通过New IEG EXP 这样一个构创器的形式 第一个呢 传我们的正责表达式的一个模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模式修正符 其实模式修正符呢 我们之前是个也在讲 字符创 像我们的Search呀 包括Replace呀 也用过这样的模式修正符 那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 直接正责表达式的模式 后面跟上我们的模式修正符 都可以 那其实模式修正符呢 它来源于我们这个 EXP对象里面的属性 来看一下 在这呢 有我们的这个 IEG EXP对象 它里面呢 提供了一些属性和方法 首先global 代表我们的全局搜索的 默认值也是false ignal case 它呢也是区分达要写的 默认值也是false matillat 它呢是多行模式 默认值也是一个false 接着还有一个last index 它是设置我们搜索 开始的一个索引位 sauce呢 是用于存储 我们正在表达是一个 匹配的模式的一个属性 在这块需要注意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 IEG ESP对象 new这个对象的时候 在第二个参数中 指定了这些模式 除了这个last index 属性以外 其他的这些值 是不可以改变的了 那接着这几个值呢 前三个这三个值 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缩写的形式 就像我们的这个模式 匈乐服 来代替它们 像我们的global 我们g代表我们global i呢代表我们的互联币 要写m呢代表我们的mantella 那一会呢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接着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来应用一下 我们这个ESP对象中的 这样一个方法 像我们的test的方法 它就可以检索 按照你的模式 来检索字符串中 是否存在这样的模式 那接着 如果存在的话 返回的是真 不存在返回为假 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证则表达式中 也给大家列了这样一些 像我们的这个方口号中 来查找某个范围内的字符 包括我们的原字符 包括我们的量词 这一块呢 我们不会详细的讲解 我带着大家快速的过一下 拿例子的形式 带着大家快速的过一下 过一下这些常用的内容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 聊到证则表达式 证则对象 可以new一个 patt new一个regexp对象 来传一个我们的模式 那现在我要检索一下 要搜索一下JavaScript 没有跟上第二个算数 模式凶正符 没有跟 那接着 我们就可以通过 patt 里边的一个 test的方法 来检索一下 Lessays 看这个字符串中 是否存在我们的JavaScript JavaScript concerts 那如果找到的话 它反复的是真 否则反复的是假 console 点log一下ies 那现在有 反复的是 true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或者说你可以通过 newregexp的形式写 我们也可以 直接来写我们的模式 直接写的话 你就直接写一个 patt等于 把它放到我们的定界符里 在这儿来写上 我们要搜索的模式 JavaScript 接着直接来写 ries等于patt.test this is java script show time 也存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得到一下 这个结果 也是 true 也是 true 那如果说我把它变成一个大写的 或者说我改一下 patt等于 java script 那这时候还有了吗 对 没有 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false 如果说不小 区分大小写 可以在这儿加上一个 模式凶正符i 同样的 你可以在这儿 跟上第二个参数 也可以 也可以 那现在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又变成了处 加上i代表 忽略大小写 忽略大小写 那接着呢 我们测试的时候 简单一点 直接通过这样的模式 再调我们的方法就可以 就不用通过这个new reg这样的形式了 那再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像我们的方果号 这样一个字符 组 在方果号中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直接来写例子就可以了 我想搜索一下 方果号中 是否出现了abc 第二个test 那内容呢 我就写一个defgh 或者写一个 blue 这里边是不是有这个b啊 出现了b 得到结果就是真 yes 这个呢就是true 同样的 如果你把它变了 把b删掉了 那现在得到结果就是 false 没有出现 这个方果号中的 任意一个字符都可以 那如果说不想包含 我们这里边的任意一个字符 我们就可以通过 加一个 以它开始 就代表除了abc以外的 只要出现了 就代表是真 那刚才它反过来是假 那这样除了它以外的 是不是代表有啊 那应该是真 true的形式 同样的也可以写 像我们的 假如说你想检测一下 字符承动 是否包含我们的数字 0到9 .test this is a test 是不是就没有包含我们的数字 对吧 那这时候反复的是 false 没问题 也可以检测 是否包含我们的字母 i es a到z .test 这是不是也不包含字母啊 对吧 小写的可以 大写的也行 找了一个 多了一个括号 test 好 你看 返回的也是 false 同样的你也可以 假如说你要出现 任一个 你也可以这样写 叫peerp 或者是 加script 或者是 i os 点test 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单词中 任某一项出现了 都可以 代表或者的意思 这是一个整体 那我想搜索一下谁呢 想搜索一下peerp 那现在有吗 没有 因为区分才要写的 如果想不区分的话 加一个i就可以 一个now 接着你看 也代表找到了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看 正在表达室中 还有一些原字符 原字符 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是直接来看一下 首先 点呢 代表的是 除换行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我们直接来写 i es 如果你写一个点 它代表除换行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那如果你直接写一个反系杠N 代表的是我们的换行符 此时它返回的结果是 console.log 它返回的是 false 你看 false 没问题 接着 如果不是换行符 任意一个内容都是真 是除 这样的效果 再往下 点之后 我们还可以写 像反斜线的小w 在这一块呢 我们都给大家列了啊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 像a到c 大a到大c 0到9 这些字符 在这里边呢 都给大家列了 插找我们的单词字符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其实它就等价于 我们写的这样效果 a到z 大a到大c 0到9 那我们就随便来写一个 lis hello world hello math 它返回的也是真 也是除 那最后一个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写的不是的话 你看再写一个 不在这里边的任意一个 我们写一个碳号 这些符号 是不在我们这个字符组中啊 所以说得到结果就是 false false 反斜纲小w 代表的是它 接着和它对应的 还有反斜线 大w 大w和它正好相反 它代表什么呢 就除了它们以外的任意字符 除了a到z 大a到大c 0到9以外的任意字符 那这时候出现了 返回的也是 true 返回的也是tru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还有查找空白字符 我们可以通过 反斜纲s 反斜纲s 代表查找空白字符 hello world 这里边有空白吗 对 有 那接着返回的也是true 那查找非空白字符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 可以通过反斜线 大s 这样对照着来记就可以了 那这里边有非空白字符吗 没有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false false 接着还可以查找单词的边界 通过反斜纲b 来查找我们单词的边界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来写一个 点test 单词是good 这时候我们查找单词的边界 可以写一个 反斜纲b g 反斜纲b代表单词的边界 那看一下g之后 是单词的边界吗 不是 那这时候 g之前是单词的边界吗 来看一下 是 那这时候呢 来看 它返回的结果是 true 是true 那接着我们再来写一个 还是good 那我们要写一个o 接着反斜纲b o之后是单词的边界吗 不是 那这时候 反回的应该是false 来看 反回的是false o之后是不是不是 这个单词的边界 还有一个d 如果你写的是d之后 这时候是不是就是单词的边界了 它反回的就是 真了 这样的效果 反回的是true 没问题 那接着 非单词的边界 我们可以通过 反斜纲大b 代表非单词的边界 我们可以写一个o 反斜纲大b 确实也不是单词的边界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得到结果也是true 也是true 这样的效果 那再往下呢 还有一些量词 来看一下 有哪些量词呢 这些量词呢 也比较好用 经常都是结合起来使用的 像我们的加号啊 新号问号啊 这都是用的量词 也可以 来写一个 i s等于一个 假如说写一个o 出现了多少次 点上一个 至少出现 加号呢 代表是至少出现一次 test google goo 这o是不是出现了一次呀 你看 在这儿呢 有这样的一些量词 加号代表的是 至少要包含 一个 我们指定的这个字符 那现在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是不是也有啊 对吧 也有啊 在这儿这个 这一块还有像反斜纲d呀 反斜纲大d 这个自己来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我带你简单过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看量词 这里边o至少出现一次 有吗 有 所以说反复的结果 我们来打印一下 console 点log一下i s 它出现了两次 找到了反复的是true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新号呢 代表是零次一次或者多次都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新号 零次一次或者多次 出现不出现都可以 那现在得到结果还是出 你把它两个o删掉了 你看得到结果也是出 也是出 代表零次一次或者多次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我们的问号 问号呢代表的是 零次或者一次 返回的结果也是真 你看也是处 包括你想让它出现指定的几次 i s 写上一个o 让它出现两次 花果号中间写上这个2 代表是出现两次 g o o g l e 正好两次 所以说返回的是处 是处 如果你多一次 少一次 你看可以吗 这是不是也是 false 那如果说你写了三个 或者多个 这个结果对吗 找到了吗 有两个o吗 有 所以说结果是处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然后如果说想让它出现 想说一次到三次之间 你可以这样来写 代表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3 第二个test g o l e g l e 这个结果符合 有一个o 是处 那接着你写两个o 三个o 四个o 你看结果都代表对出现了三个o 所以说结果也是一个处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想要以谁开始 或者以谁结尾 也可以 假如说想让它以k开始 可以这个符号开始 加一个k 以他开始 king 返回的也是 出 来看一下 以他开始 上了一个等号 也是出 那以谁结尾呢 也可以 i e i 4 假如说以i结尾 dollar代表以谁结尾 my 写一个my就可以了 反复的也是 处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还可以指定一下某个字符之后 紧跟着某个字符 你可以这样来写 假如说我们想指定一下 i e s 等于 o之后 紧跟着一个w 我们就可以通过问号 等于w的形式 这样是一个test hello word 那现在o之后 是不是紧跟着一个w 这种问号等于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儿 代表的是 匹配任何其后 紧接着指定字符的一个字符创 那现在得到结果 应该是一个true 应该是一个true 那接着还有一个 碳号等于 代表的是不跟着 o之后不跟w的 那来看一下 碳号等于w 这样一个test 那这时候写个hello my 它返回的也是 真 返回的也是 o之后不跟w 问号碳号 我是碳号等于 问号碳号 不跟w 它返回的也是true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写的还是hello world 这时候它返回的就是false了 来看 没问题 hello world o后面不跟w的 现在o后面是不是跟那个w了 对吧 没问题 反形 问号碳号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里边还有 还有一个r 把r去掉 不是 把这个o去掉 o去掉 只有这一个o 后面不跟w 那现在返回的就是false 那刚才为什么返回出了呢 这块是不是还有一个o 这个o后面是不是没有跟w 是不是也代表找到了 所以说它返回的就是true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也要注意 在这儿呢 没有全部带你来试 试验一些常用的这些 常用的这些 在这里边的反斜杠d 查找数字的 反斜杠d 查找非数字的 我们简单来写一下吧 写到这儿 is等于 反斜杠d 它其实呢 就相当于我们写了一个0到9 就相当于你写了这样的一个 0到9 那这里边有吗 没有 反而是false 那反斜杠d 代表的是非数字 这时候有吗 这就叫有了 除了0到9 那现在你看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true 就相当于在这儿写了一个 除了0到9 比较简单啊 好 没问题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上试下看 在我们的js中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过一下就可以 刚才我们使用过这种test 来检测 那接着我也可以来搜索 可以通过exec 在我们的目标四复串中 执行一次正则匹配 并将结果以数组的形式来发挥 那来看一下 通过exec 就可以得到我们匹配的一个结果 接着我们来实验一下 在这一块 我们可以通过exec 来得到我们的结果 首先呢 还是写上一个 vr一个patt 等于一个 假如说我们要搜索一下 这个 is吧 我直接写 is 等于 is 表现一个exec this is a test 如果说你想忽略大家写的去搜索 加上一个i 这样的形式 那这里边有ase吗 有 有的话 console .log res 那这个ase出现的位置是 2 找到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如果说想全局的搜索再加上一个g 它反过就是一个数组 一共有几个ase 有两个 你看 i es exec 这个只能搜索一次 一次 没问题 一次 如果说想匹配所有的 也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来写 可以自己来写 那接着来看一下 你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值 我们可以通过得到里面的0 就可以取出我们这个值 console 要log一下 ies里边的0 就可以取出这个值 取出了这个ase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来看一下 我想得到所有匹配的一个结果 这是不是只搜索到一个呀 对吧 那接着我想得到所有的 我们也可以 假如说我们再定一个 定一个 a 一个str 等于 this is a test hello mice hello world 我想搜索一下里边的 看哪个比较多 i比较多 搜索一下这个i 接着也找到每次它的位置 这时候呢 你看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vr一个patt 等于一个i 而且我想忽略大家写的去搜索 而且是全局的 加一个g 接着把搜索的结果呢 我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数组里 放到一个数组里 通过谁呢 同给几个循环就可以了 写成一个myarr 等于 通过谁来搜索呢 通过 exec patt exec str 搜索这个str 只要是找到的话 它都不会返回的 都会返回我们这个数组 如果没找到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none 我把它付给myarr 只要它不等于等于none的时候 这时候代表一直有 这也是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exec 接着如果为正则表达是设置了全局标志 exec 函数仍然只返回最多一个匹配 不过呢 我们可以再次调用这个对象的exec函数 就可以查找到下一个匹配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同样的 如果你设定了这个g 这个函数 test的函数 上面的函数 也是仍然只查找最多一个匹配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再次调用 调用 这个test的函数 就可以查找下一个匹配了 下一个匹配 接着再往下来看 在这儿 第三个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regesp对象 带有这个g了 而test的函数 不是从sifuchar开头开始查找 而是从我们属性的 lastindex所指定的所影处 开始查找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lastindex呀 对吧 那属性值默认设置为0 所以说第一次仍然是 从我们sifuchar开头来进行查找 当找到下一个匹配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test的函数 会将这个lastindex的值 改为我们sifuchar中 找到这个 本次找到这个内容的一个位置 所以位置 所以说当我们再次执行 这个test的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从下一次位置开始查找 找到下一个匹配就可以了 找到下一个匹配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想让 这个test的函数执行一次比配之后 想重新使用test的函数的时候 从头开始查找 我们就需要手动的 把这个lastindex的值设置为0 这时候才可以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lastindex怎么来用 正好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也可以来应用一下 我们来写一个 把找到的信息 我们输出出来 等于找到了目标字符 找到结果呢 就在我们这个myarr myarr里边的0 这是我们找到的结果 再拼上一个碳号 接着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下这个 得到一下这个lastindex的值也可以 下一个匹配从哪开始 下一个匹配 从拼生一个man patt 第二生一个这个属性 lastindex 我们这个i7EST对象中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lastindex属性 接着我们把它输出出来 写生一个message 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搜索谁呢 就搜索这个i 一共有几个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四个i 找到了i 下一个匹配从三开始 又找到了从6 从24 从26 来看一下 012 这是第一个 下一个匹配 是不是应该是从三开始 对 找到了这个 下一个匹配从三开始 接着找到下一个 0123 456 找到它之后 再下一个匹配 从几开始 从6开始 你看 0 1 2 3 4 5 6 0 123 4 5 找到了这个i 接着下一个匹配 从6开始 没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lastindex 但是在这块写 也注意啊 我们通过这种形式 通过这种循环的形式 不要把这个正则表达式的字面量 直接放到我们这个well条件表达式里 那经常呢 你这样写的话 容易写成我们的死循环 因为呢 我们每次循环的时候 这个lastindex的属性 都会被重置 如果说匹配到的话 就会造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就会造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把它放到这来写 直接写到这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不要这样来写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这两个函数 我们看完之后 还有几个 和我们正则表达式相关的 sirp-ture函数 就支持我们正则表达式的 sirp-ture对象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也见过 像我们的search 包括match 包括replace 包括我们的split 这几个呢 我们之前都写过 那接着呢 在这我们再带着你 来过一下 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通过match来查找 可以来写一个str 等于lace is a test 接着我们想查找的时候 可以通过 sirp-match 这是不是我们这个 sirp-ture对象的方法啊 在这里写上这个模式 我想搜索ase 忽略大家要写 找到这个结果 res 接着console.log一下 res 找到了 你看 找到了这个ase index是2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如果说你想全局去搜索 应该在这再加上一个谁啊 对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再加上一个g 这代表全局去搜索 应该有几个 两个 这时候返回的 就是这样一个书组 你看 返回的这样一个书组 没问题 match 同样的search呢 也是来查找的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 is等于str.search 也是搜索这个 ase忽略大家要写去搜索 大家看 也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search 返回它 这个找到的这个 位置 位置 同样的替换 replace 我们也可以再来写 ies.replace 还是搜索这个 ase区分的 而且 接着 我们把它替换到谁呢 替换成一个碳号 范围替换之后的 字符处 str.se等于它 console.log一下 str.se 得到的结果 lase res 不是res 是 谁啊 str.replace 得到结果 lase 是不是直接把第一个替换了 如果说讲全局替换 只用加上一个 g就可以 你看 这两个ase找到的话 全部都会被替换成碳号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 使用我们这种 字模式 我们如果带有括号的话 可以反向进行一个引诱 再来写一个 之前我们也做过 VR一个str 等于一个 2015-09 到27 那现在我想得到 我们的年月日 并且把它变成 月日年的形式 也可以 那接着写上一个 ies等于str.replace 第一个 是不是要得到 四位的数字呀 对吧 写这个模式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种 原字符 反斜杠地 去几位呢 去四位 接着 再杠一下 再用反斜杠地 取两位 接着再杠 反斜杠地 取两位就可以 反斜杠地 取四位 杠 反斜杠地 取两位 接着再次 反斜杠地 取两位 取到之后 把它替换成谁 替换成谁 逗号 我想把它替换成一个 月日年的形式 到第二部分 代表我们的月 接着斜权 到日 三 接着再斜权 到一 来看一下结果 找到的 找到的话 变成了 月日 年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接着我们这个replace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指定一下 通过我们的 回调函数的形式 来处理 可以通过一个指定函数的形式 来进行一个替换 也可以 我们再写一个 假如说写一个str等一个hello hello mise edu 这样一个词不创 这里边有大写 有小写 那现在呢 我想把所有的大写字母 来进行一个替换 你就可以这样来写了 ies等于str.replace 搜索一下里边的所有大写字母 接着 全局进行搜索 用谁来替换呢 可以来一个function 好 接着我们再写一个function f-unc 在这里边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匹配到的大写字母 转换成小写 接着呢 再拿这个king 拼成它也可以 return一个king 下滑线 再拼上一个 再拼上一个所有匹配到的内容 把它转成小写 给掉一个tool lowercase 就可以了 那接着你再来打印一下 console.log 看一下 看一下是否可以 应该有hello m和 hm和e 被替换 match 我们传这样一个对象 匹配到的对象 没有传 你看 把匹配到的内容 是不是替换成king 下滑线了 king下滑线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而且 转换成了小写 这个匹配到的这个对象 这个内容转换成了一个小写 也可以 也可以 最后呢 还有一个拆分的 还是可以写一个 就把这个字符上拆分也行 可以通过str.split 以谁来拆分呢 我想以空白来拆分 那直接来写 反斜杠s 可以出现一个空白 也可以出现多个 在这我们来看 可以多几个也行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加号 一个或者多个都可以 ies等于它 接着我们来得到这样一个数数 ies 拆分的 以指定的分构符 来拆分这个字符串 hello mys edu 也没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正则表达式中 提供的这两个 比较常用的方法 包括我们支持 正则表达式模式的 一个ziptron形式的方法 在这呢 只是简单 带着大家过了一下 正则这一块呢 没有 没有这个很详细的 去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详细的讲 能讲好 也单独可以拿出 一门课程来讲了 像我们里边的这个 贪婪匹配呀 非贪婪匹配呀 包括补货呀 灵魂断言呀 等等 这样有好多内容 在这呢 我们gs中 你先会这样一些基础的 就没问题了 而且呢 以后我们再做 像表达验证 验证用户名 验证邮箱的时候呢 还会用到我们的一个 正则表达式 所以说在这呢 大家先把这块 先记住 有哪些方法 包括一些基础的模式 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到我们mys学院 进行一个学习 那之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啊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这个正则对象 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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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